香港社會對青年人的支援是不足夠的 因為香港的學校基本上是很主流 入大學的可能是十二個百分比 所以大部份人都沒有其他選擇 其實在1995年最初當我加入政生會的時候 那時候有大概十七八個青年人 我自己身為一個老師 我以前教書教了十年 我見到一群青年人 我說有甚麼好一個讀書 就在1998年的時候開始註冊二人成功 註冊一間全香港唯一一間 為戒毒青少年而設的中學 我想運作這間中學 最難的就是環境的條件其中之一 因為這個環境令到找老師、找社工都是困難的 這個環境比較偏遠 像今天下大雨的時候周圍就很濕 我想一般的老師或者一般的朋友 都未必願意去這樣的環境工作 另外一方面的難度 其實是當一群青年人以前的生活習慣 到要改變、戒毒 其實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 就是毒品本身只是一個問題、一個表徵 而其實實際它真的需要一個生活態度 以及生活模式的改變 就是每天吸毒 跟著跟大佬 打架了整天 販毒 就是家人知道我吸毒之後 然後很傷心 然後社工又介紹 然後說服了我入圍 沒有的 就是出不了去 想不到 就是根本沒用 想到 就是死定了 睡覺 一天睡 許正生會這裡的難忘經驗很多 好像今天黑雨、雷暴 我記得有一次當晚上的時候要睡覺 學生已經進入睡房 我就最後關燈 我就從這間石屋裏面 就拿起我的被鋪 想著走出來 當我一在後面的門走出來的時候 我突然有一個念頭 好像漏了一些東西 一轉身 就是停一停 我就回頭看到 有雷劈中醫的電箱 砰在我面前爆炸 那是其中一個很難忘的經驗 我進來的時候是因為搶劫 所以就判了15個月的禁法令 因為那時候自己守不到禁法令 然後就自願申請進來 自己在外面那時候比較反叛 不喜歡聽家人說話 跟通訊家人關係是很差的 我畢業之後會等校長幫我安排去找工作 我覺得這裡真的給了機會 我們去對這個社會 這個世界去認識更多 例如我們會參加不同的活動 這裡有不同的比賽、射戰、運動 就是很多不同的範疇活動 所以我覺得我們能夠進來這裡 這裡就是一個福分 正生活這裡根本不只是戒毒 根本是青少年成長的地方 證明一件事 他們並沒有機會進入大學 如果證明這個課程本身 是為青年人帶來一樣可以有機會 這裡根本不是戒毒 這裡根本在搞教育革命 是告訴社會 其實青年人成長要甚麼呢 學到 真的會覺得自己有錯 以前是不會覺得自己有錯的 一個修補 跟同訊家人的關係 就重新去建立 就有一種親切感 可以做的 我們要加研究 然後能把你加研究 那麼多 你是在你 知道神聖的 你會技術 你以為 想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